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首先我们就把处理好的仙鸡放在一锅烧开的滚水里面 过后我们把这个火候给关小 让这个鸡肉在温温的滚水里面可以慢煮25分钟 大约过了25分钟呢 我们就可以把这个煮熟的鸡给拿出来 把这个鸡呢 放入冰水给它泡一下 这个冰水呢 也会使到那个鸡肉呢 比较嫩滑 接下来呢 我们可以把这个鸡汤呢 给取出来 我们可以用500cc的这个汤水来煮我们的白米 剩下的这个鸡汤呢 我们可以放入一些蔬菜和豆腐 加点调味料就可以搭配这个鸡饭一起配吃 把洗好的这个白米呢 放入我们的电饭锅的锅子里面 过后呢 我们再把这个海市的这个鸡饭的这个主要的配料呢 给和这个米饭一起混合 这里面的包装呢 有泼过所需要的香料 比如蒜头和姜 那么把这个白米呢 和这个酱料呢 给一起混炸 这样这个取出来的500cc的鸡汤呢 我们可以把它拿来煮我们的这个白米 把它给搅均匀之后呢 放入这个电饭锅煮就可以了 再等候煮这个白米的过程中呢 我们是可以先把我们的配搭的酱料呢 给准备好 首先呢 我们这边还有一包浓缩的黑酱油 另外一包的配酱呢 是我们的鸡饭的辣椒酱 这个辣椒酱呢 还有蒜的香味 鸡肉呢 我们切开之后呢 放在我们的盘子 我们可以附加一点这个黄瓜和番茄片 最后呢 我们把配套里面的最后一个小包的酱汁就是淋在这个肉上面 再放一点这个盐碎跟葱 作为点缀 还有我们刚刚煮好的这个鸡饭 这就是我为大家今天所呈现的新加坡式鸡饭 非常地美味可口 非常地美味可口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